挥宝和挥宝正在小亭子上睡觉 宋爷爷拿着手机悄悄来到姐妹俩身边 记录着姐妹俩睡觉的样子 宋爷爷小心翼翼地 害怕给姐妹俩吵醒 宋爷爷拍完后才想起来 自己是来干嘛的 因为已经到下班点了 爱宝已经回家了 这次宋爷爷出来 是来接姐妹俩下班的 宋爷爷将手机放在一旁 然后为了方便抱瑞宝和挥宝 宋爷爷先是给在树旁的挥宝 抱到一边 挥宝被抱起来后 宋爷爷像是碰到了挥宝小尾巴的开关 挥宝的小尾巴自动翘了起来 给挥宝放下后 宋爷爷去抱瑞宝 而此时的福宝 正在室外园区 耐心地等待爷爷忙完 然后好让自己回室内 福宝在园区逛着逛着 突然停了下来 两腿插开 福宝这是要开始拉青团了 很快一颗接一颗的青团 滑落泼下 一会儿